吃的健康已经是全球性的议题 接下来带您看到 台湾食品烘焙业竞争激烈 量饭店、超商都推出烘焙相关产品 不仅下游厂商动得快 这连食品加工厂也瞄准烘焙市场 在烘焙食品加工业有20多年经验的李奇达 以无膚质为主打 结合蔬果等天然食材 做出具有创意特色的产品 也和产销般合作为农特产品价值 粉籽和米白的面团交叠 经过巧手滚出抑制之可口点心 双龙棒 食用的材料正是红色与白色的火龙果 上面的黑色点点就是最佳证明 背后的创意推手就是他 烘焙食品加工厂创办人李奇达 有些小朋友不喜欢吃水果 甚至蔬菜也是 他慢慢习惯这种味道说 就等于是说 其实水果它也可以是这么个吃法 那它一样是属于可以是碱性的食物 46岁的李奇达对分贝食品 有着源源不绝的想法 像是将红茶外皮包入土鳳梨馅 捏成小丸子的丸丸串 或是夹着地瓜馅和土鳳梨馅的麦芽饼 还有客制化的传统糕饼及低甜度的素食三参 近年更投入研发无膚质产品 包括杏仁瓦片 南瓜子瓦片和弯弯串等 起心动念要从李奇达自己说起 创业以后因为比较忙 所以我通常都以吃面 吃面包 忙的时候这是最快的一个方式 所以慢慢体质就变成丝性 才容易导致有一些皮肤病 先从我自己 我们工厂自己生产的饼干开始做起 我们去做比较 吃起来我的体质反应也是有落差 直接做再往那个无膚的方面去做研发 对于选材李奇达非常讲究 与产销般合作 取得在地生产作物 不仅解决农民产量过剩问题 还为农特产品加值 农产加工这一块 我们已经可以衍生到说 可以百分之百的应用在烘培里面 应用在果汁里面 然后渣可以再延续到下一个附加产品里面 它是整个缓解就是没有所谓 因为过量的生产而导致崩盘的问题 让农民有一个保障 在工厂环境卫生方面 李奇达使用杀菌电解水生成系统 代替酒精化学成分来消毒 降低环境二次污染 更连续两年获得卫生自主管理标章 早期大家消毒最普遍的就是酒精 那酒精长期让员工使用的话 它手部会变干燥 因为它是化学的 那我们用了海洋电解水的话 对员工的一些 对员工的手部的那种刷伤的 那个伤害力就自然就没了 在食品业二十多年的李奇达 高中毕业后开始当学徒 直到二十六岁和朋友共同创业 当初以花生糖加工为主 到后来转型烘焙加工 现在年产值超过一千五百万元 谈到创业过程 李奇达说 面对大厂的低价倾销 因自己还年轻 有更多的时间与机会可以打拼 对于想创业的年轻人 李奇达这么鼓励 专注在你想做的那一块 你要很了解的这一个产业 然后也尽量不要再说 现在风行的这个产业 你去跟它通常 它会缩短你的寿命 对 而是去观察未来的产业 而不是看当前的产业 李奇达坚持 用蔬果汁代替食用色素 透过熬煮等技术 以自然方式延长食品存放时间 加上多年累积的代工经验 未来李奇达还要开创品牌 透过网路平台 让台湾创意烘焙加工食品 在全世界都能吃得到